大家好 我是大院舍美食记者高宝宝 最近我们在现报社 这边有一家牛肉饼店 超级火爆 每天排队的人超级多 然后大家都排着队过来吃牛肉 那么现场场面究竟如何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你们是在排队吗 你不是大院舍猪飞飞吗 就是我就是我你们认识啊 我超喜欢你们的杨树上啊 我也超喜欢她 哎五双五双好帅啊 我是想问你们 就是你们是几点过来排队的呀 别提了一大早就出门了 真的 结果证没什么人排队 没人 那你们还傻站上干吗 还要过去买啊 快走啊你站着干啥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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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出锅了 馅儿饼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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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四个牛肉大俊 两个牛肉鸡菜 鸡菜 哎 两个牛肉鸡菜 哎 两个牛肉鸡菜 这边都是牛肉馅儿的 全是牛肉 都是牛肉的 然后牛肉加不同的菜 对 可厉害了吧 哇 牛肉牛肉 多给我也买一个吧 虽然这么有缘 哈哈哈哈 喝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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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我们坐里面吃吧 我想喝吧 还想喝粥 还想喝粥 这是四个牛肉大松的 这应该是牛肉韭菜的 煮香的 我要吃牛肉大松 嗯 现在是几点 现在是十二点 我们其实刚才问了一下老板 排队之前 老板说现在他们家 博一次能送五十的店 所以说没有变 他出的量大了 嗯 而且他现在这个店面 是负责销售 后边还有一个店 负责加工 你看人家 全店后厂 对啊 本来我们就是想来排排队 那个的 因为吃到不重要 我们就是想排队 这个时候到哪直接吃呢 人家听说树丧来 哇 从楼上 湖地毯 哇 穿着裙子 他们到月社的事 你们怎么值得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这是牛肉大松的 嗯 我的也是牛肉大松的 嗯 我是牛肉回香的 哈哈哈哈 来吧来吧 我们都巧妙的别看牛肉韭菜 哈哈哈哈 所以牛肉韭菜给啊 为了不污染鼻子 对 我们先吃一口尝尝 我这个啊 完美的还原了牛肉馅饼的原味 没有任何其他食材的味道 他那个牛肉里面 汤汁感觉特别多 咱们浸到旁边的饼皮上以后 一嘴咬下去 充实 哇 我刚刚说 你说 这个牛肉咬下去之后 他这个饼啊 饼皮是挺薄的 嗯 然后里边那个馅儿 好大一块啊 你看 然后重点是味道 我咬下去之后那一嘴 首先吃到这特别重的 那个牛肉那个味 牛肉香 牛牛香味 一会儿就那个汁是甜的 微甜 可以可以 我要说了 你说说 我好像拿错了 哈哈哈哈 牛肉很像的吗 很咸 他们俩的都好吃 我想换你 你回去拿一个去 你咬一下我的吧 我想尝尝你们的 你给他打开 你给他打开 重点是我们俩都吃的牛肉当中 说完之后 哎呀好处 这一嘴绿 这大块牛肉 哇 大块牛肉 这个咸咸 我尝尝你打 牛肉大葱好吃 牛肉大葱的那个牛肉感觉 特别多 一咬都是肉的 一咬都是肉 满嘴都是肉 然后大葱比较香 但也有点咸 我希望淡一点 我吃的比较清淡 哇 这个是让你配粥和 或者自家货的面器饭呀 或者牛奶咖啡之类的 可以特别好吃 阿福给我吃个韭菜的 要吃吃韭菜的 你吃韭菜的 你吃韭菜的 尝尝韭菜 那个韭菜的最好吃 你尝尝 韭菜味很浓 我 我比较喜欢偏素的 所以 你知道它这不是那么咸 它这个韭菜感觉 那个肉香味淡了一点 韭菜味太浓了 就是感觉韭菜在这太呛 我就喜欢韭菜呛味 你看对吧 可能是个人口味吧 那价格呢 其实就三个馅 牛肉大葱的5块5 韭菜和浑香的5块钱 这么一个就是薄皮大馅 那你们要自己选一个 最爱的是哪个 牛肉大葱 牛肉大葱 没人选回香是吧 那一会儿 一会儿回香给阿姆吃 对 对 谢谢阿姆 到了 现在已经12点多了 正好是饭点嘛 所以排队人有点多 大家千万 趁热的时候吃 我们在这吃 整个人冻的不行 而且里面那个油 我真的 弄到你的烧牙糖 已经有 对我现在上牙糖 感觉有一层牛油 你的烧牙 去你们的烧牙糖 对 都怪我们太善解人意 因为怕占了人家店里太多位置了 所以大家还是来买了就走吧 拜 对 喂 喂 喂 就是 像是 没有什么 您